此战若败 祖宗祠堂对着浩家列祖列宗 罚贵一个月 肯剑 玄武剑法 不会吧 一虎师兄居然占不到半分便宜 这你眼方 仿不能看出一虎师兄的剑招 他为何每次都能画起我的招式 这个涅风 在剑道灵物方面 明显胜出一虎许多 一虎每次出剑 涅风都能精准抓住破坑进行反击 你们可不知道 我对浩天剑道有多了解 浩一虎 你就这点能耐吗 点飞横 我对浩天剑道 西满乾坤 西满乾坤虽然剑气密布四周 但哪条剑气的威力都不强 只是数量多而已 哼 喝啊 火 大欲荒荒 哼 果然是这种 南阳落日 真阳剑决 是我以众多顶尖剑术融合而成 被浩天剑点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又是真阳之体 你根本毫无胜算 聂风施展的是什么剑术 我怎么从未见过 无须在 再战了办了 我堂堂作门天剑 此后拜给你无名小作 第五哥 闯云真有你的 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剑术 黄景川可不会这样的剑术 谁教你的 什么 什么 这么厉害的剑术竟然不是浩天宗呢 不会是别的宗能判来的卧底吧 还好我谨慎 没有施展紫阳宗的绝学 这是我自创的剑术 这是我自创的剑术 这怎么可能 自创的剑术 能打败霍天剑术 难道 特别后天狗会被死人创出的剑术破掉 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聂风刚才使用的 既不是紫阳宗的焚天剑点 也不是万剑宗的万剑钢器 世间没有哪个剑术能与之匹配 足以证明 这个剑招只能是他自创的 他这般年纪这等修为 怎能创出如此玄妙之剑招 我看 阿城他有什么奇遇 或者入了什么遗迹 获得了某种失传的上古剑术吧 这确是我自创的剑术 聂风是难得一遇的剑道天才 我相信他说的话 你先下去吧 好 总算蒙混过去了 好 聂风如此厉害 看来我们要王丰 这次终于不用垫底了 不但不用垫底 还很有可能是第一呢 不对 第一第二都是我们的 听说上一次这种光景 还是在八百年前呢 八百年前 要是异龙师兄在 这个聂风绝不可能要 噓 还说我丢人 结果你不也一样 被打败了不说 竟然还装晕 下一场 魏雪仪 对战 严若兵 下一场 魏雪仪 对战 严若兵 魏师姐身为荡天风 主卖弟子 不但身份尊贵 天赋绝佳 长相也十分出众 绝对是咱们 浩天宗的第一美人 第一美人 我觉得还是 颜师姐更美心 特别是她的气质 冰山美人 要王丰严若兵 请指教 荡天风魏雪仪 请指教 战天八世 冰山美人 妖雏小技 妖雏小技 我虽然斩断了她的止境 却无法阻止寒气入体 前边换音音 散发风静 糟糕 糟糕